来源 挥割观察室 一个89岁 一个69岁 加起来158岁的一对夫妻 在谈啥资本野心 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如落袋为安 尽情挥洒余生 近日 上市公司达纲控股发布公告 实控人李泰杰 孙建西夫妇 合计转让16%的股权 委托13.2%的表决权 彻底退出了上市公司 其实 本应该全都卖了 只是剩余的股权处于质押状态 只能把表决权委托了 但质押也算是另一种变现 算起来 夫妻俩套现了约3.7亿 不过 这并非夫妻俩第一次套现 2014年 夫妻俩就曾把一半的股权 转给了陕西股风机集团 套现了6.3亿 简直动作少 但手笔都不小 前后两次就套现了10亿 达纲控股上市于2010年 当时就有媒体说 达纲控股是一家大气晚成的公司 一位时控人李泰杰当年已75岁 李泰杰确实是大气晚成的老板 退休之后67岁的时候 才创立的达纲控股 在中国A股的上市公司中 他可能算得上是年龄最大的创业者 李泰杰退休前 是西安公路交通大学2000年 合并为长安大学的教授 主要研究驻路机械 早在80年代的时候 就帮助陕西四川的驻路机械厂研发出了稳定土半合机 土半合机不是混凝土搅拌机 而是用来半合土壤的 像修桥修路修水坝修机场的时候都要用到土壤 但普通土壤不能直接使用 需要先在里面加入一些石灰水泥 利青等添加剂提高土壤的稳定性 1988年陕西修建西安到临同高速的时候 施工方从国外进口了很多桶装利青 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 把利青从桶里面拿出来太费劲了 大大影响施工进度和效率 于是施工方的高层 找到了西安公路交通大学求助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 研发一款能够快速把利青拖腾的设备 李泰杰是驻路机械这方面的专家 自然这个任务也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而他只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就搞出来了 到了90年代初 这个发明获得了陕西省专利银奖 同时被确定为国家级新品 李泰杰就给学校里提建议 希望办一家校办厂实现产业化 学校没有同意 校办厂没有办成 但李泰杰的第一任妻子陈达刚 却很支持丈夫的这一讲法 于是1992年 妻子陈达刚退休之后 就办起了达刚公路机电厂 第一任妻子用自己的名字做工厂名字 后来又成了上市公司的名字 一直沿用到了现在 1995年 李泰杰也退休了 与妻子陈达刚 一起加入到了如火如荼的 创业潮中研发出了新的 利清拖筒设备 以及液态利清运输车 产品不仅获得陕西省专利金奖 李泰杰也获得了国务院津贴 而达刚驻陆机场的生意 也越来越大 不过 妻子陈达刚福分太前 就在公司日益发展壮大的时候 却遭遇了车祸 离开了李泰杰 李泰杰非常伤心 认为妻子的离世 都是因为搞工厂才造成的 一度想关掉工厂 啥也不干了 但就在他一蹶不振的时候 小他20岁的孙健熙 走入了他的个人生活 又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之后两人结为夫妻 孙健熙有多年的从商经验 1986年 就创办了深圳天威电子科技公司 与李泰杰结婚之后 李泰杰管技术研发 孙健熙管经营销售 很快把达刚陆机场 带上了新的轨道 2002年 达刚陆机有限公司成立了 从工厂变成公司 开始了资本化之路 进展也比较顺利 2007年完成股份制改造 2010年就成功上市了 成为陕西省第二家登陆创业版的公司 上市之后的达刚控股 没有什么惊人的表现 但至少有资有味 每年营收只有两个多亿 却能获得几千万的净利润 不过 平淡持续的太久了之后 就想要搞点激情 2019年达刚控股赤资5.8亿 收购了一家叫众德环保的公司 要扩展产业范围 这一收购 达刚控股营收立马起来了 从2亿变成了10亿 涨了5倍 但净利润却没有实现同比的变化 到2022年 甚至开始亏损了 公司分析认为 是众德环保拖累了业绩 于是李泰杰 孙建西夫妇决定剥离这部分资产 出资2.8亿把众德环保从上市公司买了出去 5.8亿买进来的 2.8亿卖出去 账面就让人看不懂 最关键的是 众德环保出售的时候 账面净资产值还有4.8亿 证监会都发问询函 质疑是否利益输送 但这笔有争议的出售 还是赶在2023年底之前 完成了工商变更 然而 出售资产的收益 同样没能逆转亏损 2023年达刚控股 仍旧亏损一个亿 2024年前三季度 达刚控股 继续亏损2700万 或许资产无力回天 或许厌倦了资本市场的争旗斗艳 于是 这对158岁的夫妻套现跑了 对154岁的夫妻套现